《乘风破浪》热播 大林女星获得事业第二春 张雨琪拿下五部剧 《乘风破浪》的姐姐自播初期 就是话题中心 力压弟弟妹妹们 成为选秀的王道 给娱乐圈刮起了巨浪 热度和话题 这档节目应有尽有 30家的姐姐们出乎观众的意料 她们的表现可圈可点 虽然也有很多争议的点 但这些都不重要 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姐姐们在舞台上绽放的光彩 真的很让人向往 也许是因为长相比较寡淡 再加上平常低调的很 所以人气不算高 不过奇怪的是 当万倩来到这档节目的时候 却很受那些姐姐们的欢迎 再加上《乘风破浪》的热播 她借着这个节目成功的火 而且从头到尾都备受瞩目 所以她的资源自然不用担心 要说张雨琪也是挺厉害的 直接拿下了《鬼吹灯》这部大IP不说 而且还一口气牵下了五部 刚离开《乘风破浪》就直接进了剧组 这无缝衔接也是完美 而且通过这档节目 张雨琪的路人员增加了不少 口碑同时也在逐渐好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